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买回来的莴笋 别等炒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个凉拌莴笋 清脆爽口还解腻 不要钱的莴笋 先给它切成细丝 再均匀的切成片 加入清水 适量的白醋 浸泡10分钟 让莴笋够加爽脆 然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放入碗里 加红椒丝 蒜末 盐鸡精 一勺白糖 一勺白醋 少许香油 有条件的撒点黑芝麻 最后用你性感的小手翻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清脆爽口还解腻 吃多了也不长肉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家要是包饺子 饺子馅你就像我这么做 特别的鲜嫩多汁 今天我就把开了 30年饺子馆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首先碗里放葱姜 八角花椒 加开水泡个料水 肉馅里加盐鸡精 白糖 胡椒粉 13香 生抽 老抽 蚝油 再打入一个公鸡蛋 然后少量多次加入料水 用筷子往同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至粘稠 感觉吃力的 就加入料水 这是肉馅鲜嫩多汁的关键 然后加入葱姜末 泼上热油 再次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肉馅 加香菇或白菜 都特别好吃 不管是包包子 还是包饺子 都非常鲜嫩多汁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还不赶紧收藏起来试试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家要是包饺子 饺子馅你就像我这么做 特别的鲜嫩多汁 今天我就把开了 30年饺子馆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首先往里放葱姜 八角花椒 加开水泡个料水 肉馅里加盐鸡精 白糖 胡椒粉 13香 生抽 老抽 蚝油 再打入一个公鸡蛋 然后少量多次加入料水 用筷子往同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至粘稠 感觉吃力的 就加入料水 这是肉馅鲜嫩多汁的关键 然后加入葱姜末 泼上热油 再次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肉馅 加香菇或白菜 都特别好吃 不管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 都非常鲜嫩多汁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还不赶紧收藏起来试试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吃莴笋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不但简单 而且还是一道下酒的小凉菜 看一遍就能学会 新鲜的莴笋 削去外皮 切成薄薄的厚片 放入碗中 撒上少许盐 腌制10分钟 腌出莴笋的水分 加入适量凉白开 清洗掉多余的盐分后 挤干水分 放入碗中 加姜蒜片 小米辣 松抽 陈醋 蚝油 少许白糖 黑芝麻 香油 硬我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酸辣爽脆 好吃又开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每一年红薯成熟的季节 都会迎它做好吃的 今天做了红薯小丸子 外壳酥脆 中间软弱香甜 孩子很喜欢 红薯切片上锅中熟 加一勺白糖 一加成泥 少量多次 加入糯米粉 揉成面团 取一小块 搓成小圆球 面包糠中 放一勺芝麻 小丸子 先沾上凉水 再放入面包糠中 粘粘均匀 三头有温下锅炸 小火慢炸 炸熟炸透 捞出控油 香甜软糯 外壳酥脆的 红薯小丸子就做好啦 大人孩子都爱吃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 吃啥做啥的 可以关注我 如果你喜欢这道美食 请留个双击 感谢支持 五花肉这样做 您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五花肉不要切断 下锅煎至两面金黄 加入两个公鸡蛋 葱姜 八角 干辣椒 调味呢 只需这么一包 配置好的红烧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这个料 可以烧红烧肉 红烧排骨 红烧猪蹄 红烧鸭 都非常好吃 再来一瓶啤酒 和适量开水 扣盖炖 七七四十八分钟 哇塞 太香了 软烂入二 肥而不腻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制作起来吧 很多人都吃过青椒酿肉 但青椒酿肉丸子没吃过 今天我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青椒切段 去掉胶子 肉末加葱姜水 打入一个公鸡蛋 加盐 鸡精 花椒粉 生抽 一勺淀粉 搅拌上进 再酿入青椒中 碗中加入一个 我刚下的蛋 少许食用油 以待小酥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加入适量清水 搅拌成拉丝的酸奶状 把青椒均匀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下锅 炸着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做的青椒酿肉丸 焦香酥脆 外酥底嫩 特别好吃 是不是很简单呀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要说啊 这葱油拌面做好了 比肉都香 两分钟就能做出一碗 水开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面 啥面都行 煮好后过一下凉水 会更筋道 好吃的关键就是 两勺葱油 往里面一放就这么一拌 隔壁邻居都能闻到香味了 最后咋点葱花 有条件的放点芝麻 是不是很简单呀 学会了赶紧制作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的花生米 不要老是炸着吃 一定要试试这道醋泡发生 做法非常简单 首先将花生米 用温水浸泡两小时 加两勺醋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大勺糖 适量香油 姜蒜片 小米辣 再来的香菜段 倒入泡好的发生 搅拌均匀即可 学会这道醋泡发生 全家夸你是大厨 赶紧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家里买的黄瓜 别总是啃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酸辣脆爽 特别开胃 黄瓜给它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去掉瓜瘤 切成粗粗的细条 放入盆中 撒入一大把盐 用我性感的调整 搅拌均匀 腌制30分钟 杀出水分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洗一下 然后控干水分 放入小米辣 姜蒜片 干辣椒 18粒花椒 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加两勺松抽 两勺陈醋 一大勺糖 有调腌的辣椒香菜段 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腌黄瓜 酸辣脆爽 非常开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吃完的白菜 别再用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不但简单 而且特别下饭 首先将白菜一切两半 白菜帮别用 可以做醋溜白菜 白菜头四种小块 切好的豆腐 下锅煎一下 煎至两面金黄 重出备韵 油不要倒 下入切好的五花肉炒一下 炒至变色 然后下入葱姜蒜爆香 能吃辣的来得干辣椒 炒出香味 倒入撕好的白菜头 炒个六七八九下 倒入砂锅中 放入泡好的粉丝 煎好的豆腐 加入一勺松抽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料酒 一勺蚝油 适量盐 倒入开水 盖上盖子炖三分钟 打开撒上小米辣 葱发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吃完的白菜 别再用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不但简单 而且特别下饭 首先将白菜一切两半 白菜帮别用 可以做醋溜白菜 白菜头四种小块 切好的豆腐 下锅煎一下 煎至两面金黄 重出备韵 油不要倒 下入切好的五花肉炒一下 炒至变色 然后下入葱姜蒜爆香 能吃辣的来得干辣椒 炒出香味 倒入撕好的白菜头 炒个六七八九下 倒入砂锅中 放入泡好的粉丝 煎好的豆腐 加入一勺松抽 一勺老抽上色 一勺料酒 一勺蚝油 适量盐 倒入开水 盖上盖子炖三分钟 打开撒上小米辣 葱发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家里要是再买西芙芦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看一遍就会 清脆爽口 比肉还好吃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将西芙芦芦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去掉中间的瓜嚷 切成这样的长条 放入盆中 加适量盐 用你性感的条口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杀出水分 这样炒出来才不会出水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两遍 洗掉多余的盐分后 控干水分备孕 锅中有热 下入九毛钱的五花肉 煸炒出油脂 加一勺豆瓣酱 葱姜蒜 小米辣 继续煸炒出红油 加入西芙芦 加一勺松抽 老抽 蚝油 少许白糖体鲜 大幅翻炒两分钟 就可以出锅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想做饭了 那就来一份简单的懒人们饭吃吃 洗净的大米蒸 加入一勺松抽 老抽 一勺蚝油 食盐和香油 一勺零粉偶的妈子 给它拌匀 我每天都在 用新的小豆菜 能否给一个小红星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加入玉米 腊肠 豌豆 胡萝卜丁 香菇丁 土豆 加水 没过食材 按煮饭键即可 饭菜一锅出 太香了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在家里炒这种花菜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你只要记住这两点 就能轻轻轻松松 做出饭的大厨的味道 首先花菜不要从正面切 一定要从底部切 这样不容易散 然后切成小块 放入碗中 加适量清水 一勺盐 浸泡十分钟 这个时候 你可以闭着眼睛看看 泡出了很多脏东西 锅中水开 倒入花菜 加一勺盐 烫一分钟捞出备用 锅烧热 倒入模型的五花肉 煸炒出油脂 加葱姜蒜 豆瓣酱 炒出香味 名人不说暗话 麻烦你给我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倒入花菜 调味只要生抽 老抽 盐鸡精 和少许白糖 家里有条件的 可以放点青蒜液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